大家好,我是喜悲的小姐 我今年22岁,可是是念高中二年级 去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学校操场上 早起跳国民健康操的高一学生 我朋友都会开玩笑的跟我说 身为一个年纪非常大的高中生,没关系 至少你是全学生 但在17岁的时候,我面临了我高中第二次的休学 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我很难去面对自己的不一样 我想那有很大的原因在于说 这个世界总是不断的提醒我 我没有在学校上课 也没有拥有好的升学条件 那时候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我真的一辈子无法念完高中 一辈子无法完成我的所有梦想了 我应该要如何找到我的动力去前进 我也问我自己 当我跳出我熟悉的思考模式 我相信的价值又是什么 我开始在寻找答案 在找答案的过程中 我读到了一本德国的文学作品 书名是失去影子的人 彼得施雷米尔的奇幻故事 故事是描述被婚姻人带走影子的施雷米尔 他的心情和处境 施雷米尔的影子被人从头到脚 卷起折好 最后放进口袋拿走了 他失去了他的影子 就像失去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东西 他也因为这一份失去 渐渐的施雷米尔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 有些时候我常常会觉得 人们认为奇怪仅仅是因为你和我的不一样 对于被混淆的身份认同 会不会其实是比失去影子这件事情 更加令我们难过的 故事的最后 施雷米尔意外在市集 买到了一双走一步就能飞击里的神奇靴子 他离开了城镇 开始环游世界 最后还完成植物学的书籍 我也完成我的治疗 很幸运的能站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21岁夏天那一年 我的朋友传给我一则 公民记者培训营的报名资讯 这个资讯开启了我 除了高中生以外 另一个身份也就是公民记者 反相当特派的发起人 庄公家老师 他同时也是我的自学指导老师 他曾经说过 要让公民能够充分参与最好的方法 就是培育更多的公民记者 广为周知 激发讨论 在反相特派员的团队当中 我们来自不同背景的公民记者 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探讨 新闻议题又或者是社会上的各种事物这样子 在那个团队里面我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其中包括来自鹿港的 六甘小姐那银山 银山在一次跟我的聚餐里面 我和他聊到了 我其实非常希望那些生病 又或者是曾经中断高中学业的朋友 如果自学是他所要的选择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各界的帮助下 让更多学生知道 有自学这个选择权益 以及如何申请自学 高中自学如果不和学校合作 就不用向学校缴纳学家费 而且能有每学期 政府两到三万元不等的学费资助 这对家中经济状况 不是那么好的家庭而言 或许能减轻负担 我在学习上 就是线上许多的线上投课师的学分课程 这些网络的资源都是免费的 那时候银山就问我 那自学圈里面 目前会有弱势家庭的学生吗 有我认识一个高中自学生 他叫庆兴 他今年21岁 庆兴在他高一刚考上公立高中那一年 他的外婆发生车祸严重受伤 庆兴是由外婆促养长大的 和外婆的感情非常好 他必须照顾在医院的外婆 进步选业的同时 也要负担部分的家中经济 最后庆兴他选择雄学 社会的刻板印象 常让我们觉得说 自学会不会是只有 来自精英家庭的人 或者是说父母是老师 或者是有着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 才可以申请 成年的庆兴和我 我们的共同自学经历下 常常会讨论着 对于那些失去有力的申请条件 又或者是不适合学校系统的人 在缺乏资讯以及支持的情况下 高中教育这条路可能不再是他们的 唯一选择了 对他们而言 在他们心中对于教育 会不会有遗憾或其他的想像 也或许会有着不同于别人的看法 但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选择这样子 长大后我们可以去想象或体会到 工作中尤其是社会上的部分工作当中 有很多需要应付的东西 甚至是经济压力的问题 但某一个层面教育这个系统 能给我们的比较内在的东西 对于放弃高中教育的人而言 他们会不会可能就再也得不到了 曾经有一个自学的前辈 他告诉我走上自学这条路 每个自学生的诚意和差异很大 有就教育内涵的不同看法 有教育场域的不适应有关 有学习模式身体心理状况等等 我们所要努力的正是为学校教育以外 提供更多的可能 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对前辈的这番话 我们大家常听到的革新教育 或者是多元教育 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对学生欲言又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 几个月前 我有个机会到高中 单院文创课程的讲师 在课堂上我问了同学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让你决定 要不要有考试排名 你会如何选择 当时候回答我问题的是一个 很害羞的男生他告诉我 他觉得自己不是很认真念书 但还是要有考试排名 因为其他同学才有动力去念书啊 他这样告诉我 那堂课下课之后 有三个同学来找我说想要问我一些问题 我听到其中有个女孩他告诉我 我觉得是真正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 考试排名不是唯一的动力 真正想要学习 想要了解事情才是前进的动力 那时候我就问他 为什么会想要告诉我这一番话 那个女孩没有马上回答我 我看着他的眼眶慢慢变头 最后那个女孩就哭了 他很慢很慢地告诉我说 觉得非常有感触 他说我们现在学的 不是自己想要的 或者是自己擅长的 其实我这几天还在反复地 听着那个女孩的录音档案这样子 我听着他的声音也想象着说 那时候是下课时间 走廊上人来人往这样子 女孩哭到鼻子都变红的这一个画面 其实也让我非常的有感触 我常常会听到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会想要申请自学 面对从学校学生到自学生的身份转变 又或者是每一次的采访工作 每一次的对谈讨论 我无法形容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有多紧张 就人们在面对未知的失误都会有 跨越界限的恐惧 但我总告诉自己 人生太短了 我没有理由去找回选择 尤其是自己所相信的选择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很熟悉的体制 向教育局提出高中阶段的实验教育申请 从中发现了申请的程序是复杂的 但申请的条件并不苛刻 2014年自学有了具体的成果 就是实验教育三法通过了 自学的门也打开了 社会突破的限制在 我们都准备好之前 有一群怀抱教育革命理念的人 推动立法保障教育的选存权 也才有现今自学的容貌 其实我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工人家庭 决定走上自学这条路的时候 碰到了第一个难题 自学申请书上 需要有老师同意指导的签名 但那时候我和我的自学指导老师 其实并不熟 只见过几次面 他们都是专业领域上 很受大家尊敬的人 我带着紧张的心情 透过脸书告诉他们我的状况 以及为什么会想要申请自学 他们很快地回复我的讯息 告诉我为我的决定感到开心 鼓励我只要用心思考和努力 任何选择都是对的 我想起第一次采访的时候 作家蔡奇华老师他对我说的话 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告诉我 你相信吗 学习不一定要在学校 而真正厉害的老师会愿意指导你的 当时候我甚至还不认识 到底什么是自学的样子 我还记得那是个 阳光很温暖的一个下午 奇华老师他告诉我 你要开始写作 你教史迪的小姐 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感动人 老师以疾病为名 让我慢慢接纳自己的语状不同 当我选择实验教育 选择代价自学 我才发现 喊病带给我生命上的困难 但其实也带给我一分很重大的意义 他让我有机会去决定 我要什么形态的教育 参与了这场教育变革 我很开心 借由自学者 这个采访计划 写下其他人的生命故事 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连结 自学者这个计划是希望 借由揭示社会不同角落的自学生 又或者是弱势家庭的学生 他们所会面临的困境 以及自学这个管道 可能带来的希望 社会的刻板印象可能源自于 对自学家庭多样面貌的不了解 所以希望透过深入的倾听和采访报导 让社会各界知道 学生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从中去思考 到底如何我们才能一起努力 和政府各级单位 或者是民间的各个单位 一起去帮助自学生 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子 最后最后想看大家分享的是一段话 这段话是在说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世界有一阵事情 你不去做 不会有人去做 而这件事情 我们称之它为天秘 这也是所有成功的开始 这段话来自我的自学指导老师 蔡清华老师 她昨天才刚跟我说的一段话 这样子想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都觉得未来还会面临许多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自学者这个计划 对我来讲有一份使命感在 我觉得自己比起怕做不好 更害怕自己去做它 所以也很希望各位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使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